香蕉助减肥,抗性淀粉是明星,必知五大好处。 便秘时,马上联想吃一根香蕉润肠通便,或是心情忧虑时,也想来跟香蕉解繁忧。 一般人以为香蕉是水果,其实香蕉内含淀粉,而且是能帮助减重很好的抗性淀粉。 减重名医刘伯恩表示,香蕉因为富含抗性淀粉,可说具有五大健康好处。 一,能帮助减重,抗性淀粉具有与膳食纤维类似的功能,且热量极低,又具有饱足感,可促进餐后脂质氧化作用,减少脂肪的堆积,辅助减重。 二,可调节血糖,抗性淀粉的消化速度极为缓慢,可改善餐后高血糖与高胰岛素血症的问题,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,适合血糖不稳定或高血糖者食用。 三,预防大肠癌,抗性淀粉可在结肠内被细菌发酵和吸收,发酵后的代谢产物维持肠道酸性环境,促进毒素的分解与排出,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大肠癌。 四,增加肠道健康,与膳食纤维一样,抗性淀粉可直接进入到大肠,为益生菌所分解利用,帮助有益菌生长,进而维持肠道机能健康。 五,降低胆固醇,抗性淀粉饮食可有效降低血胆固醇与三酸甘油脂,预防动脉硬化,帮助心血管保健,对热量控制,以及血糖控制有正面帮助。 没有最健康,只会更健康,快上华人健康网接收更多健康资讯。